这洗啥呢 生姜 生姜 这个萝卜是您的吗 是啊 可以送我一个萝卜吗 可以 谢谢 这是什么 自己种的 乡下这样的东西倒的东西 我就喜欢吃萝卜 这个水真好 在你们村里也太大了 我走了半天都没走出去 我们这个生姜好大了 是啊 这萝卜空掉了 空掉了 不能吃 那不能吃怎么办呢 姐姐 丢掉呗 姐姐能也挺好 就是萝卜空掉了 这个姜为什么要这样垒呢 把那个皮擦掉嘛 擦掉皮 你要做那种酱菜吗 不是做酱菜 就是用那个醋 哦 去腌一下 嗯 腌 放点糖 放点醋 那我就喂鸡哈 我看看行吧 可以 哇 这个生姜的味道迫必要来啊 这个是女院里的姜啊 自己种的 不是 这个是买的 买的 我尝一下 可以 可以 加点醋啊 加点辣椒就好吃了 能不能上你家做客啊 可以啊 哇哦 找个朋友行吗 我在这村里没有朋友 可以可以 我家 在这里还有一段路 还有一段路啊 嗯 回去 老公 我老公没在家 哇哈哈哈哈 如果在家会不会拉扁担干我走 没有 如果一个人 还不可能加一个报应 是不是 嗯 看你很勤劳啊 嗯 哪里勤劳 人家勤劳得不要山上 姐姐用脚累了半天 我在这里吃 嗯 嗯 改天如果有缘再遇到你啊 嗯 我就上你家里做客 可以 能杀鸡给我吃吧 可以啊 我们自己养了鸡啊 看来找顿能了 养了鸡就是吃是不是 不道理 就是来招待客人的对吧 但我不是客人 你朋友也可以成为客人 怎么称呼你啊姐姐 怎么称呼啊 嗯 我姓蟹 蟹姐 好能啊 哪里是好能啊 现在 在乡下吃一顿饭也没什么 那个大米自己种的 改天遇到 我一定再去姐姐家里做客 可以可以可以 姓蟹的姐姐 认识她了 好了我们继续去探亲 再见啊 可以 嗯 感谢您的姜 很友善 很和气 哇 假如我们在路上 全部遇到的都是这样友善的呢 也许我们就没那么苦了 但是 常在江湖飘 哪有不矮到 经常被人家赶也是正常的 嗯 通过这个姐姐 跟她的聊天 我们 可以窥探出 这个村子的友善程度 哇 这里有座 这里有座桥 应该是这里 下得动 我叫小方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弟弟道道的农民 在我不提前 在我不提前告知父母 海哥 带我去探望的前提下 我想看到最真实的父母情况 并助二老身体健康 就这几位姐姐说 这就是 委托我来探亲小方他娘家 两栋房子 我不太相信是一家人的 如果是的话 肯定是大户人家 你好 这是不是魔宝家 是他家 两栋房子都是他家的吗 哇 大户人家 你们村里都是这样建房子的吗 我们没有这么连来的 我们现在都是出租那个喇娃 那他们家为什么能建两栋呢 不知道 他有什么手艺还是做什么生意呢 没有 没有 就靠自己每天打零工 种地 能做这两栋房子 厉害 好厉害 人家晚上要11点多钟才睡觉 早上四五间都就起来了 这么勤快的家 不勤快 那么怎么能建这么好的房子 有道理 他家是不是五个孩子 是吧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来他家做客吃饭的 不可能 为什么 他家做客吃饭 为什么呢 他们家就没有我们这样的朋友 不是没有 他家又不做好事 又不请客 要是请客早就在家里去吧 不请客 来了就是客嘛 他们家来的客我都认识 那真是好邻居啊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来他们家吃土鸡的 没骗你 他们家来的客人会不会杀鸡啊 走来看 不知道 会不会 阿姨 会不会 摩宝你跟他来的 你好大哥 你是摩宝吧 哦那个我是路过这里的 我跟那两位姐 冒充是你家的亲戚 你家做这么好的房子 嗯 听说都是靠你自己双手勤劳而得来的 不容易啊 是靠双手不靠双手 我们 我们因为那个 哪里哪里吃的样子 是吧 哦 很勤劳的人家看得出来 啊 大哥 你不问我来干嘛的吗 你们是干什么的 哦 我们是体验风度人情的 然后走到这里啊 看到你这两个房子 特别的 啊 光鲜亮丽 所以我们准备到你家坐坐 行吗 光鲜亮丽来的 那边还有啊 太多了是吧 对 那后边还有啊 啊 看来吃到闭门羹了 小姐姐你好 这个是你家是吧 嗯 我们是路过这里的 能不能就 一会上你家喝过水啊 喝过茶什么的 可以啊 真可以啊 二话没说就说可以 年轻人啊 要不要进来 呃那个 真的是让我们进去吗 你确定吗 你爸爸同不同意吗 他还是不一定 我可以确信 小方没有告诉大家 此时此刻 我是进退两岸 就好比这只矗立在门口的记忆 看来只有迅速地说明来意 或许还有一线生计 您是小方的妈妈是吧 今天冒昧打搅了 不好意思啊 小方 你女儿委托我来看看 看看你 就是 但是 也很久没有回家了嘛 对吧 想 可能想你了 女儿 吃点饭吧 没关系吃点饭 不用管 刚才多余得罪 我知道跟你第一次见面 没事没事很能理解 我刚才讲的 你们都很少跟外人打交道 我能理解 你女儿也很久没回家了 就是说委托我来看看你们二老 是吧 也想家 主要是这个目的 其他没有 然后今天呢 你女儿呢 让我带了点东西来 给你们 然后送完东西给你们 我们就走 我们就先回家了 因为我们家也不远是吧 吃饭 那这里吃点饭吧 不用 吃点饭 我去拿东西 好吧 大哥 你女儿说你喜欢喝酒 然后呢 我就带了一点酒来 让你付费 真是不好意思 真是不好意思 让你付费 没有 拿着 吃吧 吃饭 吃点饭 你家孩子多 我吃点饭 这是什么意思 虽然你还有小儿子在家 你女儿也带着三个孩子 不方便 没关系嘛 吃点饭吧 不不不 下次 下次再来 我相信不要说饭 鸡都有得吃对吧 那是当然事 自家养一养 有点鸡 进去 吃点饭吧 那么多 不用 真不用 通道的 整整理 不用 不用 我来跟你 跟大嫂打个招呼 我们就走 这你追着到以后 没有 没有 你说到这吃点饭了 饭就不吃了 因为你家孩子比较多 我们也很近 一下就到家了 今天冒昧打搅了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刚刚的东西退岁 也是你女儿是吧 比较孝顺 说我来看看你们 因为她们就没回来了 小妈 嗯 小爸 可能女儿像你吧 我看了她的照片 也长得有点像你 是吧 生了五个孩子 压力大吧 大 压力大 还有两个没上岸呢 还有两个在读书 一个老二读高中 老三读的读书 村里人都夸你有本事啊 没有 你看你这么大的压力情况下 还能建两栋房子 都是自己那个辛苦劳作 一个 一个靠那个山上 种田是占什么钱不到 就是靠那个山上 山上 因为我摘的那个洋里 那个都是卖的风景色 墨宝这个名字 其实我也知道它的含义 就是梅夏亭 里里外外 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 其实没问题 真的很辛苦 别说农民啊 能够抚养这么多子女 能够做这两栋这样的别墅 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真的是非常纯朴的轮廓 其实没问题 我们 除了 除了那些天下雨 天下雨 那里都是在那里 都在外面 我也说 一个田里梅思 有些山上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你们很了不起的 真的 为人父母 你们已经很了不起了 早点 那我们就走了 我说到这吃一点饭 这碰到的 吃一点饭也没关系 不用了 下次我再来 我刚才说了 下次来估计有鸡吃 吃鸡没关系 是呀 自家养的鸡 是呀 我说到这吃一点饭 不用 真不用 他们真的叫了我 至少有20次吃饭 热心的 好热心的 再见了 欢迎下次再来 好好好 下次来来吃 一定 一定 杀鸡给我吃 虽然没吃到 但是 心里还是听得很舒服的 乐开了滑 这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家里面的收看 如果你想家 我帮您探情 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